来到福建泉州古城寻龙记就此展开 搭配龙年主题当地的文创团队合作 以食龙九子的传说为原型 打造出十条极具泉州特色的龙 龙生设计概念打破传统造型 以闽南语谐音取名 龙长子球牛叫做龙中衰当当 二子牙字名为龙中喜虾滴 嘴嫌宝剑一身侠气 我九只那个都看完了 最喜欢的就是那只侠子 因为它的性格我比较喜欢它 爱中分明 食龙之首的龙爸爸龙丽丽 分为大嫂两只青龙 名字取自泉州的简称李字 又名龙中厚 大青龙寻长二十多米 在古厕之间穿墙而过 夜晚亮灯时 与夜景交相呼应 缤纷绚丽 小青龙则是以传统屋檐的青绿色为主色调 满身鳞片上写着各式闽南语的祝福语 龙里里同时推广 闽南语的APP联动 游客扫码就能学习发音 设计者希望能透过这种方式 让各地游客了解闽南语的魅力 我们泉州就是信仰之城 那少不了就是这些传统的这些宫庙 这些传统的建筑屋顶上 有僧龙 走龙 就是藤龙 有很多种这种龙的这种雕塑的这种制式 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泉州港历经繁华 交融了世界多余文化 群中保留着传统的建筑和民俗 文化地域如今历久彌新 发展出龙光焕发的城市魅力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